啊 殿下 殿 凌智 凌智 我生命里边 剩下的时长不多了 我有好多 好多话想跟你说 可我对你却无话可说 我今天来 我今天来 是给你这个的 凌智 凌智 所以到头来 你还不肯原谅我是吗 原谅 你还想让我原谅你 你知道吗 我当初被抓进最红楼的时候 就是这样一个漆黑的夜晚 他们把我关起来 打我 骂我 折磨我 虐待我 我好害怕好害怕 我好想死 可我更怕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就是怀着对你的期待 才活了下来 可你是怎么对我的呢 你把我赶出了府 现在让我原谅你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这一生一世 都不会原谅你 你都不会原谅你 对不起 凌智 对不起 我不愿意让你想起这一切的 不愿意让我想起这一切 那就可以掩盖 所有的过往了 不是的 我是想为你做一些事情 我好后悔 一直都在后悔 我后悔我莽撞 没有顾及你的感受 后悔我自己没能护得住你 我更后悔 在之前你跟我说要一起离开长安 出去云游四海远离这一切的时候 没有接受你的意见 如果那个时候我能接受你的意见 那也许我们俩 没有也许 发生过的一切 谁都无法改变 你的后悔更是可笑 我还记得 你去最后谋救我的时候 我一看到你 真的是好开心好开心 我躺在你的怀里 我感觉好踏实 好温暖 我以为 你会保护我 会陪我走出那段阴影 可你是怎么走的 你责怪我 你不接受我 你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 你知道我有多害怕 我有多恐惧吗 我多么希望你陪在我身边 我祈求你放下那些 可你却给了我一张和离书 是 我给了你一张和离书 但我觉得我们俩和离是对的 至少因为这个 这一次你没有守我的牵连 这一切的一切 都因为我是一个皇子 才把你卷入皇家的漩涡之中 如果可以的话 我宁愿我自己从来都没有见过你 我宁愿我自己从来都没有见过你 就算我心中人有无限的遗憾 也好过你经历的孤主 既然你选择放弃我 那就应该过得好点 那就应该过得好点 你要好好地活下去 因为这样 我才能恨你 一辈子 你还不得好是 你 guard地方 你都不得好 你把他兵 kilometers 那是这样 你还不不得了 你还不得了 我那这一人 呢 那我还不得了 父皇 儿臣请您开恩啊 不用再说了 你是替礼谭来求情的吗 给我出去 父皇 您就给谭儿一条生路吧 您是打得也好 骂得也好 把他扁为庶人也好 发辟冰冠也好 您就留他一条性命吧 你还没有资格在我这儿放肆 父皇 昔日拥立父皇 平天安贼叛乱 他人也立下了汉马功劳 父皇就算看在这份功劳的份上 您就 饶他一命吧 他以为他平凡有功 他以为他现在可以取代朕了 看到那些奏书了吗 一桩桩一剑剑 可掺的都是他 朕难道冤枉他了 父皇 这全都是捏造的 之前根本就没有什么证据 突然全部出来 难得父皇不怀疑吗 皇后一直想置他人于死地 父皇要明日查 我当然要查 可是现在事实已经有了 今日能杀地 明日就能杀兄 以后羽翼丰满了 他会要朕的命 你知道吗 父皇 儿臣可以用向上人头担保 他而绝无此意 你的人头也是朕的 朕只是让你暂时保全一下 倘若你敢做出半点大逆不道的事情来 朕仪要把你的人头取回来 俩人 拖出去 父皇 虎都不识子 昔日太上皇一日杀三子 父皇是何等心良 其他皇叔是何等胆战心惊 父皇难得都忘了吗 如今父皇要赐死贪儿 如今父皇要赐死贪儿 和太上皇有何两样 只会让文武百官觉得 父皇梁伯更甚 朕梁伯 离他杀地谋反 朕只是惩罚了他 你以为朕是昏君不成 父皇如果冤死贪天 那昏君有什么两样 混蛋 把朕的鞭子拿来 把这个逆子给我嫁好 来 是 今日儿臣就因此相见 好 朕成全你 我今天就打死你这个逆子 你笑什么 小父皇 显明一世 却糊涂一世 后世代的师叔上 要夺了一个杀死而死的皇帝 若日后记录下来 朕在今日 打死了一个逆子 御子 逆子 你可知错 我 说话 请父皇 少了胆儿吧 好 你还是要为礼坛求情 来人哪 给我掌刑 来 继续打吧 想和胎儿皇亲路上做个伴 给我打 给我我死里打 我死里打 打 殿下 时辰到了 那你来说 准备了 给你来 你去哪儿 看准备了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那 到时候 他就自然安全了 你们太看得起我了 当初我就是名声不好 他就能狠心地与我合理 当日那么崛起 今天怎么可能会救我呢 要杀就杀 不用废话 是吗 那要看殿下 什么事 你别动他 好 好 我按照你们说的做 好 陛下 不能再打了 再打 就打死了 我疼 我疼 朕再问你一句 你可知错 我疼 是新的 他末世在帝王间 竟还不如寻找百姓家 一般有怨情 好 好 给我打 给我再往死里打 走 这儿 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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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父母 人家虚实了 再不抓紧时间 我们就来不及了 李福哥 这是你们要的东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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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父王不原谅谈儿 他人定会后悔的 看样子 你没有半点的悔改之意 父王 母亲曾经跟我说 他早就和父王合理了 和我们兄弟 只有父亲这一个亲 母亲儿时教我 拉起弟弟的书 这么过好弟弟 如今是我没有看好的 父王 若有错 就让孩儿一人承担 请父王降罪于我 我要与贪儿同罪 他想说多可爱 父亲最喜欢抱他的气概 说他将来必成大忌 这些都忘了吗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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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您就服个若儿吧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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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我的善儿 是被他儿捂死的 对 是被他儿杀死的 你死 逆子 倘若你敢有半点忤逆之心 朕一定会要了你的命 男人 把这个逆子拖回广平王府 男人 朕不要看到他 朕不要 不要 不要 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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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 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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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搜索 失地之痛 痛儿 又怎么会有丧子之痛痛彻心扉 离处 本宫知道整件事情 不得了 已经因你而起 是你害死了你的弟弟 本宫的痛苦 也让你来尝尝 东王 殿下 冬郎 父皇怎么把你打成这样 郡主 太儿现在怎么样 离府国带着侍尉 一直守在建宁王府 我已经叫灵芝去了 她那儿有一颗能解百毒的解药 那不如姑娘 可以将此药给太儿有吗 以我对她的了解 她会的 没时间了 冯仁义 你现在马上就去建宁王府 还是一趟你就把太儿解走 放火烧了那个屋子 倒是制作一个家居 就当太儿已经死了 这陛下要追究起来 处处是破绽 殿下你也脱不了干系啊 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 救人要紧 也显得责任由我担着 你护着太儿 去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越远越好 让她从此隐形埋名 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再也不要来到京城了 快去 是 走 珍珠 慢点动 快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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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点 再快点 汤儿 汤儿 你要遮住 你 你 快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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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殿下已深重剧毒 我 勉强法力只会加速毒法 解药呢 交出来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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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潭 你要记得我 你长得好美 不要 你老给别人看病 你也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他老跟我说 不要 只要能一直看着他幸福 平安 就算只能守着这一辈子 我也知足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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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老子 你Grandpa 不要 был 未过 曲げ 瓜 ología 我 这次一生 曾是长风万里的相纵 一步一遥一段回梦中 得此一生 是那百句过期的相红 无影无踪 一朝一夕风雨中 你怎么这么傻啊 我怎么救你 我怎么救你啊 我怎么救你 林志 我活不成啊 好了 你们得赏左岳了 可以放他走了吧 放他 你杀了我 先放他 祝此一生 曾是长风万里的相纵 一步一遥一段回梦中 得此一生 是那百句过期的相红 无影无踪 一朝一夕风雨中 维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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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把我活着 你看住我 你看住我 我不要你死 你死 我不会原谅你的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 我今生今世都不会原谅你的 你终于叫我面子了 我还能叫你媳妇吗 媳妇 我这没有这么抱着你 没有好好保护你 我好多 你现在知道 我有多好悔了 如果有来生的话 我 我不要什么 不如你 我不要什么荣华富贵 我们继续 约好 重情 我一定重了你 我喜欢他的 阿嬷 师父 娘 和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一样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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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娘 娘 娘 你不能死 你不能死 你借我的还没有还给我 你不能死 你不能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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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死 不能死 不能 千万不能 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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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 做 父亲 李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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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 我还没有 帮大哥 亲爱的 一香满幼海 梦间梦中经 梦中尽 steady 太匆匆了 救命 飞到八千里万 镜醉 angry خد 孫儿 女人 冬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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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影无踪 一朝一夕风中 冬朗 冬朗 你亲一亲 冬朗 冬朗 一步一遥一脱回梦中 得此一生 是那伴去过喜的相拥 无影无踪 一朝一夕风与众 无影无踪 一朝一夕风与众 冬朗 冬朗 你醒了 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冬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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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心里难受 就跟我说说话 我知道你心里肯定很难过 你哭出来 喊出来也好 千万别憋在心里 都参与众 不该是 懂了 你 苏慈 苏慈 快去请太医 是 独孤姑娘 独孤姑娘 殿下怎么样了 我今天才听说 陛下把殿下狠打了一顿 不止如此 檀儿和殿下自小亲厚 他这是心病 我这是祖传的磅窗药 用小火火锅 画开土上 特别管用 谢谢姐姐 我明日再来看殿下 我明日再来看殿下 在哪儿 娘娘 封大人何时这么匆忙 娘娘 属下发现了一些 神父灭埋案的有关线索 娘娘可还记得 自死建年王的那个夜晚 属下和一名女子交手 那名女子 是皇后身边的侍女 凌儿 皇后派人出手是肯定的 但我们不能只凭你的一面之词 就去指证他 这个属下自然知道 可要紧的是 属下和他交手时 刺破了他的伪装 使他弄出了真意 属下可以确定 凌儿就是何灵依 何灵依 果然是他 他竟然藏在离我们 这么近的地方 看来之前 处处想要置我于死地的人 就是他 殿下曾经说过 杨国忠在死前 扔下了所有的罪 但就是不肯承认 沈家灭门 是出自于他之手 他说何灵依背后另有其主 现在看来 何灵依背后的主人 就是皇后 皇后 皇后 他藏得可真深啊 我看来 东郎 你终于醒了 宿慈 快去把粥热一下端上来 是 郑主 我睡了多久 整整三日 期间陛下特意让太医过来看过 太医说 东郎真是一时急火攻心 多休息近日 就没什么答案了 郑主 这些日子 辛苦你了 只要多老没事就好 本以为这次能一举办到皇后 谁想到最后 不仅一败涂地 连塔儿的心也大人 东郎眼下还是先养好身子 以后的事 咱们来日方长 东郎 这州里的人参 是陛下特意让人 从宫里送来的 看来 陛下还是有悔恨之意的 否则也不会对殿下 如此地关心 来 我没有胃口 悔恨又能怎样 悔恨就能换回 塔儿的性命吗 不得连佩 早知今日阴阳良格 当初 还不如不曾相识 你 你还恨她吗 师父 我 我曾经以为 我和她是世上 最幸福 最完美的一朵 可我没想到 她抛弃了我 我以为 所有的完美都碎了 往事的种种 想全都忘记了 可我没想到 我始终没有 真正地恨过她 我只是遗憾 世事无常 现在她死了 现在她死了 我的心也跟着死了 其实 她当时 也是身不由己 如果她不与你分开 皇室 是绝对不会 会让她存在的 皇室 皇室罪事无情 身为皇室中人 她赶紧 又要命 我 就 我 保护 你 还是我和李潭的可悲之处 他终究不能放弃我 又怎么能在皇室中生存下去呢 始终不能真的恨上他 又怎么能避开 所有的陷阱呢 是否应该去皇宫 现在 我都要永远地离开了 离开好 为师带着你和安儿 咱们云游四方 玄虎济世治病救人 离开好 为师带着你和安儿 也拯救自己 只可惜 珍珠还要留在这里 他也不适合在皇宫 要是他也能离开就好了 珍珠不会离开的 他会留在广平王府 他会与广平王共同进退 这是他的选择 别有皇宫之主 才会时常被暗箭所伤 真希望珍珠 能平安 离开 离开 只有来世再见 我会听你的话 好好活下去 我会走遍大江南北 去完成我们 还没有实现的心 我会带着 你送给我的同心结 我会一直带着他 再也不拆下你 这样 下辈子 我们还能是夫妻呢 我妈还能是夫妻呢 我妈还能是夫妻呢